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可以寻找下一次机会 下下一次机会 以你的实力 进入新火宫只是时间问题 而我 却连超凡都不是 景秋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很快就能成为超凡了 你这么强 只怕有一天我再追不上了 你傻瓜 你还记得在黑风崖底时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 什么都不是的无名小村 可你却从天而降 不顾一切来救我 护着我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想 总有一天 我要换过来护你 护你一辈子 你放心 无论我是不是超凡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 我对你 都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好不好 说得这么好听 谁要打你骂你了 相信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这个点来是吧 你们来得真是时候啊 哎 前辈 这个令牌你收好 从今往后 你就是星火宫的弟子了 元老们同意了 你确定要进入星火宫吗 谁也不知道你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 无论面对什么 我都要去 我要提升自己 救出母亲 还要救夏祖 那你记得明天去星火宫报到 是 叶前辈 雪莹啊 两个人相处 有时候不如直输兄弟 莫辜负梁臣佳人啊